罗老师的时代不同了 我们现在打开电视会发现 伟良啊 暖男啊 都这么个类型 他占主导 什么 你等会儿 什么东西 暖男 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只有八个人 你看像宋鹏 他就属于这类型 长得帅 温柔 像阳光一样 宋鹏 站起来让他鼻梁骨折 鼻梁不会骨折的 宋鹏还是不错的 我就说 暖男 对 能够让你暖气 温暖的暖 您这种硬汉的形象 它真的有多少市场 这个问题有点坚持 所以这个时代 还需要硬汉的时代 一个国家没有硬势力 哪来的软势力 先得有硬才能软 先得有硬件才能有软件 其实萌生这个 我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念头 有一天喝醉了 就郁闷的时候 看到有几个人 就是紧身衣 就破的这个洞 罗马鞋 那时候他绕着罗马鞋 他当裤 穿个那个 那个背心 那个衣服 拿个iPad 我喝醉了 我道歉 我很不礼貌 我说了一句 滚 要我怎么这样 我永远尊重 但是我有我的爱好 我有我的类型 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呢 我不好去评价别人 我也没有权利去评价别人 但我的生活方式 和我选择的东西 就是硬汉 就是爷们儿 喜不喜欢 无所谓 我们都喜欢